來到農曆4月15天蠍座滿月 根據國下的太陽或者上星星座 由這一刻開始去到農曆4月底即是西曆5月12日 自身整體運勢會怎樣呢? 在我就住12星座專題去分析你們各自身整體運勢之前 現在先做一個general for 全人類的星盤分析 聽得明白我說什麼嗎? 現在不是只說天蠍座是全12星座 今次這個滿月圖的亮點就是月亮 在答正這條ASC這條上星座 還有它是去到天蠍座的 根據我的經驗 理論上如果月亮去了摩蠍座又叫山羊座 這個位置是叫Detriment 理論上其實是比月亮去天蠍座 這個叫做4的位置 不好意思中文其實我不是很懂 因為我以前讀占星我都不是拿中文讀的 其實我是用法文讀的 因為我的師父是法國人 但其實也不是全部是法文的 因為他的英文也OK的 所以有時候會英法夾集 言歸正傳 理論上其實月亮去天蠍座是一個似一等衰的位置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根據我塔尖暖男 看這麼多星盤的經驗 其實月亮去天蠍座是更壞的 然後看著 月亮踏正這個一公投 ASC這條族 好 然後整個本第二的亮點就是 除了月亮去天蠍座那麼壞 還有木星去 在這個摩蠍座又叫山羊 都是壞的 因為它整年那個位置都是這樣的 這個不足為奇 然後其他全部的planet 其實我們都是叫Peregrine的位置 即是游離全部是一些 完全是一些很不適合的地方 除了什麼呢 除了土星 土星響水平 土星就是黑色這個 symbol 我覺得好像一個日文字 但其實我不懂日文的 有時候有些日文字是不是看到這個類似的東西 好 除了土星響水平是一個強勢 不過土星都很快易行 所以原來這個 就是伴隨著這個滿月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還有我想說 其實伴隨著這個滿月 亦都不只是說 接下來的十幾日 十五日的能量 其實是可以去到大半年 告訴你 其實滿月的能量是可以去到大半年 但是我有時候做這些星座運勢 我就課大家去簡易點名 簡易化 其實我和你當去到農曆月美 但其實supposedly 是說接下來的大半年 好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同時我們要看看火星 火星 就在容許度之中 就四分緊 金牛這個游利的水星 和三分緊 在雙子這個游利的金星 OK 再說一次 因為月亮在天竭這個一公投 原來 接下來大半年 尤其是這十五日之內 OK 會有很多冷血 冷暴力的事情發生 OK 如果真的要比較熱血一點的話 就真的大家會很容易 先是口角 雖然沒有 很多這些衝突爆發出來 由你去到最親的人 或者一些陌生的人 OK 甚至去到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看過我最近的塔千亂男星盤分析 你們找回hashtag OK 最近那個我都說了 現在在世界上 是的 接下來呢 就無論在政治經濟民生社會 都會爆發什麼呢 我講了很多東西的 包括戰爭 是的 包括戰爭 大家要小心一點 而且因為接下來是很懶惰 OK 明王星已經是疫痕當中 OK 還加上 五月十一十三十四 OK 差不多是consecutive的三日 OK 十一十三十四 即是只差了十二 OK 土 金木 三星 雙計都會疫痕 OK 然後木冥是黏在一起的 即是木冥一起黏著疫 OK 然後土有野 金有疫 OK 然後冥土都是雙胸症 兩顆胸症 是的 然後金木是兩顆急症 是的 加上這裏的力量 是會空上加空 大家真的要小心留意 當然 如果配合這次的滿月 就有期留意 接下來的十五天 但是其實根本上 這大半年 都會發生很多 這些很激烈的鬥爭 或者是一些 很冷血 一些神經刀的 這些暴力 OK 大家麻煩 即是出街都要戴頭盔 還有要一眼關室 不要經常在耳朵 在聽歌 有什麼好聽而已 留意一下自己身邊發生什麼事 OK 如果不是買一個 我不覺得被人砍了 你都不知道 水平座水平座 好厲害啊 吊高來買啊 好高鬥啊 在這大概十五天的日子裡面 那 真的我會說 不要什麼東西都在拖 不要什麼東西都在想那麼久 如果不是就蘇州過項 沒有聽答 或者不是應該說沒有聽答的 我稍後再說 什麼呢 其實是有些人給你一些機會 例如我當作一些工作的提供 好嗎 即是擺明是這種很大的機會 即是向你敲門 敲門送禮物 叮噹 敲門接禮物 麻煩你送到上門 OK 但是呢 你們會有很多奇怪的念頭 很多的猜測 是的 會想一下別人的想法是什麼 OK 或者就算不是猜測別人 也會對自己的很多懷疑 OK 還有 給了很多很多的障礙 一些心理障礙 給自己 OK 那就會一直把這個大好機會慢慢慢慢地流失 但是我都說了 我未必可以說是蘇州過後沒有艇搭的 因為其實我最後看到那個機會 都還是有 但是呢 我告訴你們 蘇州過後呢 就那個艇搭小一點 明白嗎 那時候你要再去欠這個東西呢 它已經是沒有當初那麼吸引的了 OK 即是我當一些人送鮮花給你 那你遲遲你不肯收鮮花 那鮮花都會借的 對不對 是的 例如我當什麼呢 我真的帶一個比喻 有份工給你一個提供 是的 那你遲遲都不肯 到你十幾天找回去之後 就說 哦 其實我們已經有另一個人是accept了的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的話 OK的 但是要壓你價 你明白嗎 那所以 你拖什麼 真的在這裡 這些機會是 真是 大甲腦來的 那你們快點吃了去吧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如果 這些機會是 某一個時段出現的話 是的 又或者它是牽涉某一個星座的話 OK 那你就真是麻煩 千萬一定要吹反應 是的 總之某一個時段 或者牽涉到某一個星座的呢 是的 你就真是要 呃 立刻 額頭啊 不要坐在一起 一定要握緊 是的 根據那個星象 有一些吉象的顯示 好了 那這裡有兩個element 對不對 好 如果你只是想知道 其中一個element的話呢 那就麻煩 要做這幾步了 呃 想知道其中一個element呢 那就去 呃 首先啦 就是萬大士呢 都是要去like這個post的 還有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呢 就是要去 呃 給紅色的那個心針 不要給藍色的那個手指弓 對啦 因為我不喜歡藍色的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去comments啦 光明正大 對啦 很直接去問啊 就是我想知道 em either 呃 即是你說 我想知道是哪一種類型的貴人又行 ok 或者是哪一段時段出現這個機會 我就要 吐翻影呢 ok 那either一個你想知道呢 你就跟我說你想知道哪一個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了兩個的話呢 是不是 那就麻煩要tag三位朋友了 在comments那裡 ok 那是咯 問完 跟著又tag三位朋友 那我就會將兩樣答案呢 都pm給各客了 ok 那 無論如何 祝你們接下來做的事 是可以乾手正腳 不是乾手正腳 就是乾淨利落一點 快手一點 不要輕易將一些 就是一些機會 令到它白白扭失的